敢高求一世,品贯的人生 这里是我帮忙告诉 大家好,我是刘伯良 这两年,球手里的风头 最近的是身穿 大学毕业,转职业 才两年,已经快成世界第一了 他有多厉害 网上都是他的消息 大家可以去看 不用我在这说 因为身穿的,长了一张东方人的脸 女朋友又是成都人 国内不少媒体球迷 都叫人是中国女 以前我有个云南的球友 很喜欢搞笑 有一天他一本阵里的跟我说 哎,你个人的 泰格乌兹他猫了吗 是泰国人 但是他外公是我们云南领藏人 好过个泰国呢 所以我为你说 泰格乌兹是我们领藏人 趁热,大家高兴就好 我今天只想说两点 一,高尔夫真的很难 上周的英雄世界挑战赛 有20个人参赛 不设竞技线 20个人分350万的奖金 这个比赛呢 不是美群赛赛程里的官方赛事 只是老虎做东的一项邀请赛 因为是老虎嘛 所以媒体也不会代码 比赛就像正式的PGA比赛一样 弹注商是一项摩托车品牌英雄 赛事奖金也不计入美群赛的奖金榜 没有联邦快递杯的几分 但会有世界排名的几分 前两天我也没看 只是从新闻里面知道了 这个深川一路狂奔 三天打完领先五干进入最后一轮 那天没事儿呢 我打开电视机一看 太热闹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这是不是正规赛事的原因 整个就是一场世界顶级球手的烂球比拼 让人掉眼睛的各种烂球 下水的了 进树林的了 开球打错踢台的了 球手的低级错误一个接一个 之前媒体可能已经在宣传了 如果深川拿下比赛 世界排名就是第一了 全世界的高尔夫记者们可能已经在准备稿子了 怎么说这个事儿 手场也不是太难 风和日丽 带着五干优势 打最后一轮 按照他目前的状态 把他的球风夺冠 应该是囊中探物 但是你看看 前九洞他打了几个 丢了两个球不算 推杆从哪都推不进 青蛙跳也打出来了 全场二十个人 只有他前九一个鸟都没打 这个乔丹斯比斯 打得也很纠结 是全场唯一三天总干 超过标准干的球手 Henrik Stenson 最后一组 有一栋 清早他们来 就看错梯台了 就打错了 罚两个 还有一个球手叫 已经并列领先了 国领边用球道幕往洞口敲 来回敲了三下 还没敲上去 转播的球评说 身穿的可能是脑子里面 想着世界第一这个事儿了 有想法 所以球就打坏了 我倒是觉得 这只是一种可能嘛 但我更相信 高尔夫打好了 确实很难 打坏了 就一分钟的事儿 压力之下 打出一些掉链子的烂球 不光是我们业余球员的事儿 世界顶级的职业球手 他们也打烂球 神业斑难存在 偶尔也是人的 我一个朋友经常说 球是圆打 上个月 身穿一个人 轻而易举的 拿下了欧勋赛 年度冲冠军 老实说这挺尴尬的 我觉得他们不好意思说 怎么说也是个世界第二大巡回赛 让一个没打几场的美国人 随随便便的 就把欧勋赛里面的所有的人摁倒了 这次你看一个Victor Hoff 后来居上 打败了所有的美国人 这个比赛 大部分都美国 这三位欧洲人出了一口气 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二点 高尔夫是由上帝的 5号旁边高尔夫 感谢您的关注 我是刘伟良 咱们下次再聊 5号旁边高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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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号旁边高尔夫